你是你,你不是你。 周六我与爱人一起干家务时,他先布置的分工,我达成后他反而发脾气了,说我胡搞,为此两人别扭了一个周末。 今天说开了,他居然压根没有记忆他说过某些话,又记得其中的一些片段的对话,如此穿插着。 但他发脾气,情绪激动的时候,肚子上有一颗很显眼的黑痣会消失,而在恩爱的时候,黑痣就在那里。 而那个黑痣是突出于皮肤的,不是色素痣或微血管痣那样的小东西。 有几次我试图在他发脾气的时候照相取证,但那位置他不配合照不下来,而发脾气的他是拒绝配合的。 他今天早上觉得很崩溃,说要不就是他疯了,要不就是我疯了,怎么可能有两个他相互切换呢? 这里边或许是我在换线,或许是他,还有待观察。 学习灵性是为了自己能在演好角色的同时,分离出一个时刻观觉其寿的视角来,及时总结,时时提高。 塞斯在早期课中提到过,有两种实验性教学在展开。 塞斯派的主张集学集用,人生结束也就差不多毕业了。 而现在,多数人还在用老课程体系,左腰一辈子,回去后统一反思。 从某种角度看,我们都是实验异小的学生。 因为你们集中焦点在经验的相似处,而减低不同处的重要性。 于是,常常在所谓经验里的更大不相似处,完全逃过了你的注意。 如果你对于在某个时间与地点发生了什么事,与另一个人意见不同的话,你就认为一定是记忆有错误。 好比说,那些在最近被经历到的历史事件。 你认为当然,对事件的诠释会变,但某些明确的事件发生了,而那是不可改变的。 反之,事件本身其实并没那么扎实,你接受一个可能事件,反之别的人可能体验到那事件的另一个版本,然后那就变成那个人所感受到的实相。 这些事件真的可能十分不同,而分别的诠释对分别的辩奏做了相当确实的解释。 以你们的说法,一个事件可以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发生。 所有这些都是很不错的理论,悬傲却几乎没实用价值,除非你开始质疑你自己思想的本质,而且开始探索你仿佛遭遇的那些事件之实相。 赛斯书 未知的实相 这段话让我想起两周前和爱人因为实相穿插而吵架的事情。